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年 我是天天 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聚 我们今天信仰QMA呢 要继续来探讨信仰问题了 有位朋友写进来问到说 基督徒时常说上帝的形象 这个上帝的形象代表什么意思呢 请钱牧师跟我们回答 圣经当中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告诉我们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我们看见神在造人的时候 用了他自己的形象表明人是有上帝的形象的 只有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 什么是形象 讲到形象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想法 觉得是不是指的外形的意思 其实形象在圣经的里面 主要所说的不是外面的这个外形 指的乃是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指的是神有哪一些的特性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个灵 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属性里面 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可以和我们交通的 这一类里面讲到神的属性 有什么呢 有神是慈爱的 这个圣经也让我们看见 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像神祷告或者是经历神很多的恩典的里面 我们会感受到上帝的慈爱 还有神是正直的公义的 这个也可以从我们和神的关系当中 分享到神的性情 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还有神是信实的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许多时候我们经历神听我们的祷告 神是信实的 以及神是霸有智慧的 神是有能力的 还有神是圣洁的 以及神是良善的 还有提到神的德行 神的节制 忍耐 以及圣经中所说的信心等等 这一些属神的属性 是人可以感受到 而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说 神是按着祂的形象造人 并且造男造女的时候 也就表示 人的里面是有神的形象的 是有神的属性的 但是 人的这一切非常的不完全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人本来里面 那个有神形象的部分 因着罪的缘故 已经不符合神的形象了 这个罪所带来的亏损 使人需要在神的面前 人需要救恩 需要与神和好 因为人在受造的时候 神的心意 就是要在人的身上 看见神自己 那个荣美的形象 因此 当我们听到说 神的形象 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除了它是表达神的属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我们要明白 乃是神的形象 祂是在造人的时候 是按着祂的形象 这乃是在表达 神的心意 让人受造 是为了荣耀祂 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 神的形象的意思 以及神以祂的形象 造男造女 上帝的心意 非常谢谢前牧师的回答 上帝是这么的伟大 我们的眼睛是有限的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有很多 但上帝没有要求我们看见他 上帝呢 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他所创造的 来认识他 而且呢 要认识上帝的属性 是有爱的 是不轻易发怒的 是宽恕的 是有怜悯的 是有公义的 我觉得好特别哦 上帝有没有可能 借着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 其实内在真的比外在重要的太多了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要为自己做什么形象 因为上帝知道 人很容易被眼睛所看得到的东西呢 来局限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呢 也好像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哦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看人的外貌 我们要看人的内心 我们要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在品格 不要单单只看他的外表 上帝亲自用他自己 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哦 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属性 感谢主 这也是我们要追求的 让我们不要追求只是外在的形象 更多的是培养我们内在的品格 好 今天的信仰Q&A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或是进入究竟之声的网站 留言给我们 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祝福你 平安雪了 下一次空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